台灣房價在全世界數一數二高 我們在有生之年 真的有可能看到房價崩盤嗎? 大家好,我們是... 情緒說鼠人 在影片開始之前 記得幫我訂閱頻道並且開啟小鈴鐺 台灣房價現在打不下去了 就是以肯計來說 台北市Q2房價來講 每平到了92萬元 這樣比去年還高 對對對 他就是一直逐日的往上升 說好的打房了 所以在網路上基本上有兩個聲浪 第一種是說房價不可能掉的流派 反之第二種呢 第二種是在想說 台灣房價就像泡泡一樣 它一定會爆炸 他們覺得世界上 怎麼可能會有不跌的東西 就是什麼東西只要炒到一高點 它一定會跌 只要它是商品 它就一定有可能會有高... 對,它一定會有跌的 就像十幾年前就可能像是亞戶 大家都會覺得說 哇,這是新時代的科技之類的 就是哇,它一定會紅 或者是像MSN 然後它後來都被收扣了 對,好啊 我們就要講到說 日本他們的房市是怎麼泡沫化的 我們時間來到20世紀末 在日圓升值的影響下 導致日本被迫採取低利率的政策 就是降低利率 但是對於國內基本消費需求 並沒有什麼任何刺激的作用 可是對於投資客來講 特別是那種做地產的投資客 卻能可以起到很大的促進作用 所以因此它就在日本的國內 興起了一種投資熱潮 尤其在股票市場 或者是土地交易市場更加明顯 就是大家開始覺得說 我應該要當個投資客 我要有一個另外的收入 大家要不要投資我也要學投資 跟現在還蠻像的 對,跟現在其實有一點像 現在其實身邊朋友蠻多都在玩投資的 然後朋友也不少 對,投什麼自己可能也不清楚 對,還是要自己先懂你在投什麼 你在支持什麼公司 然後再決定要投資 市場上最大的賭博市場 對,在當時日本人 很多人都因為受到 土地不會貶值的迷失影響 就是他們覺得說土地永遠不會往下掉 然後就開始大量的販賣他們的土地 轉賣他們的東西 然後買了又賣了又賣賣錢 所以當時東京的23個區域 甚至達到就是說 可以買美國所有土地的價格 你知道就衝突 很可怕 就是一個小區就可以買整個國家 不要說買整個國家 你能夠買下什麼紐約 LA那種大城市 所以他把它炒超高 那這個東西到底是真的假的 我們去看 所以他們當時的銀行 他們以不斷生殖的土地作為擔保 然後借給很多那些貸款人 就是他們借了很多債 說你今天有土地 我借更多 我給你更多錢 就是你有土地我就給你錢 因為覺得比較有信任 你是有資產的 我就願意借錢給你這樣子 同時因為地價的上漲 也使土地的所有的 他們的資產越來越多 所以刺激了消費的慾望 從而導致國內的消費需求一直在成長 就是有點像促進消費振興券 好像很漂亮這樣子 對,很漂亮很漂亮 然後進一步刺激 就是整個經濟的發展 對,它就是一個大循環 對,我覺得來做數據 大家一起來做數據 聽起來還不錯 而且那個時候的市場 他們是不斷地鼓勵 就是他們的人們持續地購買股票 因為他們覺得說 股票是絕對不會編織的 感覺很像會有什麼那種很賤的銷售 會覺得要不要買一支股票 對,他們的工作其實也是做這個 只是人們也要有一點知識說 他們可能真的沒有遇過股票掉下來過 對,但是他們... 他們是第一次看到說 股票就是一直往上一直往上 也沒有看過股票下來 因為在那個時候經濟上來 所以其實基本上 大部分的公司都會一直往上 但當時其實還是會出現少數的反對的論點 他們認為說土地的價格 已經遠遠超過實際的需求了 接著日本的泡沫經濟來到了最高峰 當時日本的各項經濟指標 都達到了空前的最高水準 就像我剛剛說的 就是所有東西都在漲 所以大家都會覺得說... 超美的數據 對,大家都會覺得說 股票就只是會漲,它不會跌 但是由於資產的價格持續上升 無法得到實際產業的支撐 在1989年 日本的經濟平均股價達到了38000點 其實蠻高的 但是從這之後就開始往下跌 土地價格也在1991年左右開始往下跌 所以泡沫經濟就開始崩裂了 剛好是我們這個世代出生的時候 而後來到了1992年的3月 日本經濟的平均股價跌破了2萬點 所以它就等於說砍了一半以上 對,而且是在不到半點的時間 然後就跌了14000點左右 這些大量的賬變市場 在短短的兩年內全部化為... 學公式下滑 沒有錯,就是直接... 我今天所有的股票完全不... 就好像我們戶頭看到可能有100萬 然後隔天看到剩100塊這樣子 對,完全沒有用 所以等於說他們之前看到的 那些就只是數字而已 就是你沒有把它領出來 你沒有把它... 這個錢沒有拿在手上都叫做... 不叫做自己的錢 有一本書叫做下流老人 就在講這件事,他不是在講說老人家有多壞 多下流多色,不是在講這個 他在講說老人家他在... 他在他的人生中他都沒有花過什麼錢 他就一直在存錢 然後那些錢呢,他們錢存完之後 他們後來死掉了也用不到 因為他們擔心說 他們哪一天會沒有錢 所以他們不敢花完 對,然後後來那些錢給誰? 就給那些... 小孩 對,他給小孩花 真幸福 對 所以他們國內平均的遺產都是幾百萬以上的 這樣也好 他好歹這筆錢還是留給自己愛的人 總比就是有些人他死掉了之後 然後他這筆錢是交給政府 拱手讓拳 也是齁 我們話題講回來 就是因為這個狀況 所以讓日本經濟進入了失落的20年裡面 在資產大幅度的縮水下 就民眾開始花錢變得比較謹慎了 客家起來 因此很多民間的消費開始萎縮 大家不敢花錢嗎? 銀行也因為壞賬過多 然後開始放款也變得謹慎 就是標準變很高 緊接著大企業就開始會倒閉財源 那時候失業率上升了一倍以上 就是從1990年的2.1% 上升至1998年的4.3% 對一倍以上了 超過了 而在房價崩潰之後 他們不得不借高利貸去還銀行 就是用新的債去還舊的債 所以才導致我們之前講女權的那一集 對 大逃殺時代開始 對 那到現在因為少子化的影響 所以原本炙手可樂的房子 變成了一個負資產 他就變成一個 大家都不想要的東西 然後隨著鄉村他們老齡人口開始凋零後 那些在都會工作的子女 也對於繼承鄉村空屋性質缺缺 那這樣的空屋在日本現在的狀況 已經達到了849萬戶 日本政府他們把空屋的資訊放在網路上 尋找有意願從外地來這邊入住的人 甚至他們還提供就是修繕的費用 跟一些稅務的減免 就是最便宜的一間空屋只要15000塊台幣 但是這樣子也沒有人想要買 所以我們要再買房子的話 我們其實可以去日本買 可是那個地方會不會是那種 就是真的沒有人 鳥不拉屎那種 一個人都放眼忘記什麼屁都沒有 就是你要保持著就是說一個良好的 我要有一個自給自主 我要可以自己種菜的概念 我要與世隔絕 對 可能網路都收不到的地方 有相關學者認為 就是在台灣的人口狀況 長期來看的話 對房地產的市場是不利的 因為就沒有多少人要買房子 現在剛好是30到40左右的年輕人 他們開始離朝的階段 暫時緩和了一些人口減少 對房地產的負面影響 因為他們不一定想要跟自己爸媽住 然後爸媽也不一定想要跟他們住在一起 就是大家都長大你該出去了 在這個條件來看才能維持住就是現在房地產的基本盤 就是有人想要買房 然後剛好有這些人出來 就是當他們老一輩的都走了以後 這個條件就不存在了 因為後面這些人就是買完房子之後 接下來的人就開始繼承爸媽的房子 對 人口因素對房地產來講 其實是一種負面的影響 就會慢慢的浮現出來 因為大家都繼承自己家裡的房子 這個膩的就下降了 不會像以前的就是一個家庭生五、六個、七、八個 所以就不會有更多人要買房子 搞不好以後的市場就會變成是租客的市場 而不再是房東的市場 那就是房東找不到租客 沒有人有這麼大的需求 因為可能我身上會有兩三間房子 就是繼承來的 但是這些房子我也賣不出去 因為沒人要買 那我就只能租房子 然後就變更多恐怖了 對,所以簡單來說就是很多人覺得說 台灣距離經濟崩盤還有一大段距離 覺得現在就是泡沫化 它還沒有破裂 就距離泡沫化要到破裂還有很高的距離 嗯... 但其實我蠻納悶的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在歐美 他們普遍的人都是租房比較多 而不是買房 尤其是在美國 嗯... 因為歐美他們買房比起租房來說 比較不划算 因為他們買房的話 他們會有高額的稅收要去繳 然後又有房貸 然後他們的房屋折舊下來的話 當然會覺得說不太能買 他們會覺得租房還是會比較划算 因為如果我今天租房跟買房 都可以到同一個品質 那我為什麼要買到? 所以他們的市場跟二手車比較像? 他們稅比較貴 只有稅比較高 所以才會看電影裡面 常常有一些什麼鬼片 他們一家人要趕快搬到新的地方 然後家裡要折舊 然後就賠錢趕快賣掉這樣 他們應該是因為拍電影是誰搬家? 但是如果是在台灣的話 大家可能會覺得 就像是有買到一個兇宅 我還是要把他留下來 以後還會漲這樣子 在日本的話就更可怕 日本他們是網站查得到說 這個物質之前發生什麼事? 對,在台灣的話... 台灣有嗎? 台灣好像沒有 但是你可能查一查 可能還是可以查到了 但是我很想知道有沒有這種網站 他是整合過 比如說哪些人在哪一間房子 遇到了哪一些靈異情況? 靈異情況可能有點難 但日本真的會有 就是這個網站直接告訴你說 這個是熊仔 這個有人死掉過 有人自殺過 然後因為這樣子 他們周圍的房子都會一起疊掉 就鄰居全部都被疊 所以他們都很討厭 就是有人在家裡自殺 就是隔壁鄰居這樣做那些事情 等於說他這間房子之後賣出去 都是陪伴 那各位觀眾 你們覺得台灣的房價會不會泡沫化呢? 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下部影片見! Yeah! 有空想發揮的 ör Scripture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